黑貓景象的原稿 藍精靈的蔡露洛 《龍珠》的作者親簽畫作 廣州人民藝術中心的 JC中外動漫藝術館中 收藏有超過300件珍貴的 經典動漫作品、展品 例如眼前這個狐老兄弟的 美術設定剪子原作 觀眾可以近距離見到 子偶的活動關節、色彩和不足 除了展品 館內還有很多打卡拍照的點位 觀眾可以和大熊多拉英夢合影 還可以和隔古路融合變身 在70年後我們是從順德過來 所以我不是從專程過來 包括我們看鐵碧雅頭目 美少女戰士、像龍貓等等 比如說老夫子都是一隻雞根的 包括他以前的小冊子、小人書 我們都有在看 所以這種成文我覺得非常好 我也非常喜歡 我很喜歡帶小朋友去看 我小時候看甚麼、做甚麼 一個好像我自己的經歷 可以告訴他 他不會再看這種漫畫 或者你再介紹給他 他覺得有興趣他就會再看 而這個展區就展出了 大灣區文藝兩身人才的 美術、書法、攝影等作品 超1700件 色彩斑斓的畫卷 靈動精湛的筆墨帶來美的享受 剛才看了一下 咱們廣州這邊的一些書法作品 看這個東西覺得很舒服 讓人覺得很舒服 有一種藝術的美的享受 很享受的那種 帶來給自己那種視覺的衝擊感 本次開放的還有念念不忘 廣州市民聯典藏作品展 這裡展示了黎雄才的幽蘭 關山月的梅花等大師佳作 在八千萬工程數字文藝精品展 還領略到工藝大師精湛的造藝 和嶺南非為文化的藝術沉澱 本次展覽聚了80多名文家文藝創作者的 上百件數字文藝精品 參展者的年齡最小的只有19歲 而最年長的有90歲 在鹿湖之伴 這座承載了廣州25年藝術記憶的 老建築緩發新生 不少老朋友也趕在開放日的首日 來參觀這座廣州市民化新地標 當然變化很大 看上去本身這裡也很漂亮 再製造一製造就更加漂亮 挺豐富 包括我看到上面有一個老年人書發展 好像是廣州首屆 都頗值得去看 目前參觀不用預約 10人以上的參觀團體 就需要提前三個工作日 在官方小程序上進行團隊預約 人藝中心逢周一閉館 法定節隔日開放時間另行通知 廣州電視記者方寧報道